万岛湖上 烟波浩渺 水雾生腾 一艘凡人的乌棚船 正在万寝碧波之上 展浪而行 大家都注意一些 如今我们算深入万岛湖水域 随时可能遇到鬼物 阴魂丹都服用了没有 一明面如温玉 看起来俊逸不凡的年轻人 对身后几人叮嘱道 这些人身穿法袍 一个个面容稚嫩 赫然都是修士 只不过修为偏低 都在练气极数 一开始说话的年轻人 反倒是修为最高的那个 已经到了练气七层 放心 风堂哥 我们都服用了阴魂丹 还运转了收敛气息的功法 敛气服的手段也准备好了 一名眼睛很大 扑扇扑扇的圆脸女 修回答道 她看起来不过十七八岁 却生得娇俏可人 嗯 我们特意不用法术赶路 避免灵气波动 再加上如此遮掩 问题不大 只是耗时稍长 大概四五日 才能到凌空岛 那位风堂兄又取出地图 看了又看 满脸谨慎小心之色 秦姐 咱们为什么要来这万岛湖 此地着实危险的 听说那些鬼类一个个青面獠牙 吃人不吐骨头 一名看起来只有十一二岁的男孩天真问道 因为战乱 秦姐脸色黯然地回答 我们还算好的 家族中的另外一只族人 可是要翻山越岭 逃亡五国 并且从此改头换面 不能承认 龙姓 那位风堂兄同样叹了口气 毕竟 我等乃是越国家族 一旦战时大量逃亡他国 若战后上宗还在 必然会有责难 甚至尺夺灵地 这话语冰凉 令每个人都不由抖了抖 尺夺灵地 这是所有修仙家族与宗门的噩梦 相比于凡人的故土难离 修仙界的灵地更具备现实意义 没有灵脉 修仙者的功法便无法精进 只能做无根的散修 是啊 虎儿不要怕 想想齐家与徐家的人 他们更惨 连万岛湖都没法逃 秦姐柔声安慰 万岛湖虽然看似浩瀚 可以随处找个地方藏身 但那些一阶领导不仅灵气稀薄 更经常会受到鬼物骚扰安全性堪忧 唯有四大二阶领导 才是这些逃难者的真正目的地 其中又公认以龙鱼岛最好 奈何 龙鱼岛主发了话后 严东青等人当然不敢违背 立即拒绝了徐家与其家的请求 这两家的修士要说偷偷摸摸潜入万岛湖 还有可能 但潜入四大有助机修士 二阶阵法守护的领导 就跟笑话一般了 当时场面当真有些凄惨的 纵然这位名字中戴琴的少女 回想起来也依旧心有余悸 乌鹏船安静漂泊了三日 虽然偶尔也有阴风掠过 但似乎真的将这一船修士 当成了同类 并未骚扰 就在满船修士都暗自欣喜之际 龙鲁却暗自簇眉 因为他看到了另外一艘船 此船同样行于水中 但表面鸣刻震纹 绽放出乌黑的光芒 显然乃是一件法器 来者何人 两名青年站在船头 望着自己这边的目光中 带着审视与警惕 我们是龙家之人 龙丰朝身后的龙琴 使了个眼色 龙琴立即带着虎儿等人 躲入船舱之中 手里还捏着一张符纸 他这才看向对面两人 朗声曝出身份 与此同时 龙丰也在仔细打量对面两人 只见此两人一个手持欲销 神态悠闲 另外一人皮肤有黑 五官憨厚 关键是都到了炼气七八层的境界 让他心中暗自凛然 龙丰自问灵根资质 不插幼自幼接受家族培养 如今才不过刚刚突破炼气七层修为 如今骤然见到两个同龄人 却发现修为都超过自己 一时之间 甚至有些气馁 龙兄请了 我们乃是万岛湖巡查执法队 手持欲销的潇洒 青年与那五官憨厚的男子对视一眼 朗声回答 在夏末观风 此乃在下好友海大牛 见过莫兄 海兄 龙丰连忙行了一礼 我们这几日 倒也听说有黄丰龙家之人即将到来 你们是要去凌空岛吗 海大牛憨厚一笑 露出洁白的牙齿 不若一起 我们刚好也要去凌空岛的 这好吧 龙丰硬着头皮 答应下来 好在这两人似乎真没什么歹意 只是在前方引路 没有多久 两艘船一前一后 便来到凌空岛附近湖域 不对劲 莫观风查看了一番湖面的薄雾 忽然做出一个手势 让两艘船都停止前进 莫兄 不知出了何事 龙丰连忙询问 通过同行知识的攀谈 他也知晓这两人都各有背景 出自桃花岛 与阮老祖与方老祖都有交情 不可怠慢了 特别是那海大牛 祖先乃是龙与岛主的殿户出身 如今 家族每年都还能去龙与岛上贡 甚至面见方老祖 说几句话的 此雾气之中 似混杂着阴气 莫观风摸出一枚白色的珍珠 又用法力射取了一丝弧面之上的雾气 钻入珍珠之中 下一刻 这珍珠默然绽放出一道惨绿色的光滑 不好 这关气珠如此 代表真的有鬼气 海大牛惊呼一声 不仅是阴鬼之气 看其强度 可能有二阶鬼物 此去就是凌空岛方向 大概又有一次鬼巢攻岛了 莫观风叹息一声 鬼巢之时 凌空岛周围遍布鬼物 看来我们是万万无法靠近 更别说登岛了 啊 那该如何是好 龙峰傻眼了 为今之计 只有离开 并且发消息给其余三岛求助 莫观风咬牙道 我万岛湖四大领导守望相助 纵然凌空岛最弱 却也不会放弃的 龙峰却是知晓 万岛湖其余三大领导 都有驻基后期的修士坐镇 奈何龙家 与阎家关系最好 并且论岛屿上的风气 也是凌空岛最为宽松 因此才选择此岛 没想到 一来便有如此惊喜 放心 凌空岛布置有六玄规甲镇 又有阎老祖居中主持 阎老祖虽然才助击初期 但靠着二阶阵法死守 应当问题不大的 之前鬼巢也不是没有过 海大牛似乎看出龙峰的不安 特意安慰几句 但听了海大牛的话语 龙峰更想移居另外三岛了 龙羽岛 长青阁 方熙正饮酒作乐 便见到钟红玉匆匆赶来 手里还拿着一封玉剪 出了何事 他又喝了一杯 随口问着 凌空岛爆发鬼巢 向我们求援 钟红玉恭敬回答 这凌空岛 果然风水不好 这都第几次了 打去一句之后 方熙神色也变得正重起来 他当然知晓 这并不是凌空岛风水不好 而是鬼物之中 终究有灵质较高的 也有杰丹鬼修在幕后操纵 自然柿子减软地捏 并且 鬼巢如此 说不定还有其他目的 但不论是围点打圆 还是其他阴谋 我就是一点 以不变应万变 管他天塌地线 就是不出龙鱼岛 如此 至少不会伤到自身 方熙思考一番 就开口道 传信枫叶 金归二岛 命其恪守大阵 不必外出 凌空岛终归 也归属于我方 应当救援 红玉 你与青角鱼龙 一起前往之缘 他想了想 一拍储物带 一支玉盒便浮现而出 在盒子之上 竟然还贴了专门 防止灵气泄露的符露 方熙微微一笑 将此盒子交给中红玉 此物给你防身 此去一路小心 是 看到方熙如此郑重 钟红玉不由 也肃穆英式 等到钟红玉下去之后 方熙又敲了敲小钟 换来眼影 去请红克青来 袁飞红虽然定居龙羽岛 但毕竟要给玄天宗一个面子 就改姓红 还戴着一张青铜面具 没有多久 戴着面具的袁飞红 就来到长青阁 脸上带笑 怎么 岛主想请我喝一杯 此事办完 再喝一谈都不迟 方熙笑着回应 将事情说了 这件事就当成给红玉的历练 但我终究不太放心 有你暗中看顾 就十拿九稳了 此小侍儿 袁飞红满口答应 又有些好奇 我看你 并非不看重此女 为何不自己亲自暗中跟随护持 异岛之主 怎可轻动 我还得主持本岛阵法呢 方熙摇头道 实际上 非不能也 是不愿也 她对于长生术的看重 自然是要在中红玉之上的 方熙一直将袁飞红送出龙羽岛 望着对方顿光离开的方向 满脸若有所思 那些杰丹鬼羞从不离开翡翠岛 纵然还有堪比筑击后期 甚至圆满的鬼物出手 由此布置也应当足够了 她眸光一闪 正要回去继续 忽然见到两艘船一前一后 来到龙羽岛边缘 发出求援的信号 其中一艘法器灵舟之上的两人 竟然隐隐令她有些面善的感觉 神石蔓延过去 倾听几句之后 顿时就笑了 原来是故人之后 神石蔓延过去